大家好,欢迎收看球哥的影片 赛季在变,球哥的独奶精神永远不变 东部决赛第六战输给熊路之后 老鹰本赛季的征程就算是结束了 很显然,能够杀入东部决赛已经是非常不错的战绩 老鹰已经可以昂首告别这个赛季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 漫长休赛期依旧是十分重要 尤其是关于特雷扬的续约合同 众所周知,在多年无缘季欧赛后 被认为是于南球队后 本赛季的老鹰却是一跃翻身 从东部第五一路奇迹般地杀入东部决赛 虽然最终落败于熊路 但是期间连续的逆袭成功 首任了尼克斯、76人等强队 这种黑马一样的经验发挥 可以说是令人惊喜的 而球队能够一路过五关斩六将 除了要得益于球队均衡的核心阵容之外 更重要的还是依靠着特雷扬的发挥 作为领袖的他 在本赛季迎来巨富城长 一路成长的同时 带队闯进冬绝 而这也是老鹰产生蜕变的最关键一点 毕竟没有了特雷扬的串联能力 这只强点众多的老鹰 用各自为战来形容绝不为过 可能在这里有人会说特雷扬受伤缺战的情况 也就是球队在他缺席的情况下 凭借着三军用命拼下了熊鹿一场 但那场其实是全队手感火热的结果 正常情况下 这只缺少了特雷扬的老鹰 其实和普通的季后赛边缘球队并没有什么不同 毕竟 加里纳利 伯格丹洞维奇 卡佩拉 路威这些球员 几乎都是纯得分清的球员 他们基本都缺少串联能力 而想要发挥出他们的能力 却是只有特雷扬能够绊到 尤其是那一手突破后的抛船 直接将卡佩拉的禀皇属性完美激活 可以说 老鹰想要在下赛季走得更远 特雷扬是不可或缺的 而由于特雷扬是18年的新秀 这意味着休赛期 他能够与球队达成提前许约 而老鹰也的确是愿意这么做的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 老鹰给特雷扬奉上了一份 价值5年1.68亿美元的提前许约合同 而如果下赛季特雷扬进入最佳阵容 那么他的这份合同还将涨到2亿美元左右 可以说 在本赛季球赛将球队带进冬绝之后 特雷扬的身价是彻底迎来了翻身 也是让球队愿意给他送出顶级合同 那么问题来了 特雷扬提前许约后 下赛季的老鹰还能够像本赛季一样吗 答案当然还是带定 毕竟上赛季热火鲜明的案例都在证明着 伤病和人员变动能够摧毁一支总决赛球队 因此 在这种情况下 老鹰如果想要在下赛季继续保持竞争力 那么他们就需要面临伤病和人员变动的影响 首先是伤病问题 最为需要解决的便是特雷扬的伤病问题 球队需要在休赛期保证特雷扬能够完全康复 并且保证队内球员的伤病情况 这对于下赛季球队的表现是至关重要的 而后便是球队的人员变动 他们需要竭尽全力地保住这套冬绝阵容 这也就意味着 球队需要与队内球员和教练达成性的取约 其中 在前不久 老鹰也的确是迈出了第一步 他们和代理主帅麦克米兰完成了取约 后者得到了一份四年的合同 这无疑是对后者过去半个多赛季职校表现最大的肯定 毕竟正是麦克米兰的上任给球队带来了质变 他的主导思想就是 让球员们发挥自己的主观的动性 给球员足够的自由度 在他的这种理念的贯彻下 老鹰被盘活了 没有入选全明星的特雷扬 打出了全明星球员的表现 一度要闹离队的克林斯 也重新展现超强天赋 加上加里纳利 伯格丹东维奇等人的精精爷爷 老鹰一跃成为赛季后期联盟最好的球队之一 并将这样的状态带到了季球赛 可是 这也只是在本赛季制造阵容下打出的表现 下赛季他依旧是需要迎来考验 毕竟 下赛季才是他真正执教的全新赛季 但不管怎么说 老鹰迈出了第一步后 他们接下来的目光就可以放在球员续约上了 尤其是克林斯的续约合同 无疑将会成为老鹰在休赛季的需要工作 还记得 在上赛季 克林斯场均打出了20加10的数据 三分命中率更是超过四成 放眼当时整个联盟 仅有他和唐斯可以贡献这样的数据链表现 出色的发挥也给了克林斯追逐大合同的信心 去年休赛期 老鹰便是慷慨地为克林斯送上了一份 总值达到9000万美元的续约合同 但是却遭到了克林斯拒绝 反而是选择了一份414万美元的薪资征战 可以看出他明显是有意试水自由市场的 而在本赛季 克林斯打出了出色表现后 他的下一份合同的起薪将为2280万美元 而如果他没有留在老鹰 那么这份合同将转为4年1.02亿美元 或者5年1.32亿美元的合同 但是因为没有能够在交易截止日前将克林斯送走 老鹰已经失去了给克林斯定价的注重权 身为受限制自由球员 市场上的其他球队也可以为克林斯开出合同 这也就意味着克林斯在休赛期存在着不确定性 毕竟对于老鹰来说 他们在休赛期只有1500万美元左右的薪资空间 如果放走克林斯 那么球队将很难利用有限的空间 将阵容的强度维持在同一水平 而如果给出高薪留下克林斯 那么在未来续约亨特和雷迪什的时候 必须要给特雷扬顶心的老鹰将有心无力 可以说 克林斯的虚约问题是休赛期老鹰最头疼的问题 因为他们无法确定给克林斯的这份报价是否值得 尽管本赛季球赛的表现给他加了筹码 但是老鹰显然也是担心克林斯的合同 会在日后成为垃圾合同 毕竟他也是存在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但不管怎么说 虽然支持球队在休赛期还会有着很大的变动 但是本赛季迈克米兰已经为他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且特雷扬也是会继续留队 这意味着 接下来只要队内年轻球员能够持续进步 那么老鹰就会在未来几年内继续保持着不错的竞争力 以上就是本期球学家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球哥的影片就请点点订阅 要想看球不糊涂 订阅球哥不含糊